花店內外 百滿繽紛花束各色玫瑰 爭取豆葉 民眾左挑右選難以抉擇 去年有買嗎 去年沒有 今年這是剛開始是不是 對 送了 剛新婚第一次買花 安泰座有點陌生 但這位先生則是延續傳統 每年必送 一大早剛出門 就想說是吃了些難買 他每年都有送到你的花嗎 有有有有 你都是買玫瑰是不是 對 為了七夕請人節 店家還提早開門 工作人員忙著包花整理 花店 買氣超旺 給客人一個開心 跟難忘的回憶 他們從新加坡來 他們突然延後半個小時 讓我有時間來賣花 情人節當屬玫瑰花最熱門 那花價又是如何 台中的花是目前國產玫瑰 小朵的是20到30元 大朵則是60到80元 進口玫瑰120到150 漲幅不大 二月十四那一次買好像比較貴 七夕好像稍微便宜一點 差不多大概要八百 差不多這個大概五百六百 而台北的花式國產玫瑰 一朵約四十元 進口玫瑰跟中部差不多 整體漲幅是兩到三成 另外跟玫瑰搭配的滿天心則貴了一成 要加下去這樣加下去 那像這個比較有糖 想要來點不一樣的 也可以考慮自己採花 六百多元 所以我第一次 六百八 十八朵一百八十元 雲林的玫瑰園開放巡華客自採 一朵十元大小顏色自由選擇 送人自賞兩相宜 這六兵聯盟在景城台中雲林採訪報導